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因中共隐瞒疫情,导致武汉肺炎在大陆快速蔓延,大批民众被肺炎夺 走生命,不少中共官员也染病身亡,引发官场恐慌 中共广西省核池,12名官员因�违反疫情隔离规定被通报 1月31日晚中共核池试剂,委监委处分通报称 金城江区卫生健康局、卫健局、岛组成员、副局 长城志勇,城志勇是金城江区卫生健康局、卫健局、岛组成员、副局 长,中共核池试纪委监委1月31日晚通报称,1月16日至21日 请驾到湖北省早阳市参加婚宴,往返都是转乘高铁,返回后被隔离 在家观察,期间他又违规外出参加聚会活动 何迟是被通报被得另一 官员是凤山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,局长罗腾龙 其在中,南民族大学读书的儿子,于1月15日从武汉返家 罗腾龙隐瞒了儿 子的情况,未进行在家隔离 连日来,感染疫情死亡的中共官员人数 不断攀升,民运人士吴建民在推特上贴文让领导先走的名单 据网络不完全统计 1.原武汉市民宗委主任王献良62岁 2.原皇 时市长,现任长江财前董事长杨晓波 57岁 3.湖北省住建厅记 才处处长王同出 57岁 推文中的还统计了已确诊暂未死亡的官员 2.湖北省住建厅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